節目開始上菜囉 記得要訂閱 十一點熱炒店的YouTube頻道喔 不知道為什麼就手一滑 那個姊姊的大體就掉下來了 然後全部人就叫一聲嘛 你們就說發生什麼事了 他就很抖很抖 我就說那個姊姊已經 正開在瞪我了 那是有力量的喔 很大的力量 我後面背的肩胛骨兩個中間 一個大概這麼大的掌印 就五爪印這樣 真的嗎 我就開始 我覺得我有意識了 我覺得不是有人碰我的腳 是有一個五指的手這樣子 抓著我的腳踝 你是感覺到那個觸感 那個其實才不是什麼 正常的木雕藝術品 泰國有很多的法科 非常地不可思議 其中 男生就是叫 十一點熱炒店最高燥 不嗆不辣不上桌 我們上次有一個 有一集在講悬案 事件簿 你知道嗎 大家看完了以後 所有的網友都熱烈地敲碗說 希望我們可以多講一些這種 黑暗層面的故事 所以因為網友一直敲碗說 我們要 那也不能再講那麼多悬案了 我們就講另外一種悬案 就跟Ghost有關了 鬼故事 好恐怖喔 說真的 像妳這麼開朗的 妳到底有沒有遇過 我沒有遇過 但是我很害怕 但是有此意說 結婚十年 妳超過十年了 超過了 就睡覺轉身 鬼 只是展現男女的純友誼而已 真的 這句話 好真實 這句話打動妳了 妳的點真的算奇特 不是 好 無論如何 對 今天攝影棚音氣很重 真的 好像也還好 天地有正氣 對啊 雜然復流行 你應該沒有碰過吧 有幾次 那個就是人家講的鬼壓床 但是我始終 鬼壓床我也有過 我始終相信那個就是我們 腦醒 身體還沒醒 鬼壓床妳也不用太擔心 可是鬼壓床是恐怖的 你眼睛開來 那個房間是紅色的 那沒關係 反正妳就是毛起來罵三隻精 你嘴巴根本不能動 鬼壓床這裡不能動 心裡面可以墨烈 你動彈不得 真的 要不然妳罵看看 我不要 英文沒有三隻精對不對 英文的 它不會是三個字 我不要罵髒話 這可能沒有用 因為 他們那個領域的人 就是一定要聽三個字 三個字 三個字 真的 不行 你問維銘哥 對啊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息相遠 在正式進入之前 要請教一下達人 為什麼人家說 罵三隻精會有用 他們為什麼會怕三隻精 其實不是 而是人在生氣的時候 你罵出來的東西 不管你罵是什麼 人生氣的時候 你罵出來的東西 是你這個人陽氣最旺的東西 因為你任何時候都講話 都是輕聲細語 沒有什麼情緒 你只有生氣的時候 你那個情緒就上來了 人都怕了 何況是鬼 對 但是罵髒話 不是最有用的 因為罵髒話 我通常不建議人家罵髒話 比方說Melody 你今天真的碰到一個狀況 你真的罵髒話的話 你太弱 對 他反而會更侵入你 對 因為他罵髒話 變成在撒嬌了 沒有這樣子耶 沒有這樣子耶 沒有這樣子 又一直挖根叫我跳 好 大家迫不及待要分享 來 介紹一下 我們來介紹我們的來賓們 阿諾 哈囉 大家好 志偉哥 阿諾 大家好 少少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現在叫陳又欣 以前人稱大膽宣 大膽旅行團的教母 來 陳又欣 大家好 我們算是靈異界的首席達人 我們的維銘哥 大家請你好 大家好 來 跟我們分享 亂說話讓你卡到音 有什麼好怕的鬼碰不了我們 怎麼說 因為我從來都是這種態度 也是因為你亂說話嗎 我相信有鬼 可是我也不是那麼怕鬼 所以我永遠對鬼的態度就是 我會不惹你 你也不敢對我怎麼樣 可是以前還沒有講鬼故事 以前還在當上班族的時候 我自己就碰過一個事情 就讓我印象深刻 那個時候就上班 然後有一天晚上 我們一票人 下了班就約在那個 長春路 敦化北路 當時有個Friday 我們大家就在那邊吃晚餐 然後吃晚餐 因為同事 女生多 你知道嗎 不知道為什麼就吃完以後 大家聊一聊 就聊到鬼故事去了 然後聊鬼故事那個氣氛 就會很凝重 大家就會比較安靜 一個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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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第二個女生的時候 因為女生在講的時候 都會越講越驚悚 越講越驚悚 我第二個女同事講完的時候 我就跟她講說 不用怕了 鬼根本碰不了我 我們不用理她了 然後大家就接著講 回來講完很晚了 然後我們要回家了 回家住在附近的女同事 我們就陪她回家這樣 有一個女同事 住在長根醫院的後面 那因為我的摩托車停在那裡 所以我就陪她走過去 她住在五樓公寓 所以到她家 一到她家那個巷子 我就發現 那邊的環境真的比較好 比較有錢的人在住 那個巷弄都比較寬 然後晚上都很安靜 因為雖然在醫院後面 晚上非常安靜 你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環境這樣 然後就送她回家 反正同事也沒什麼好聊 反正走她家公寓樓下 她就上去 白白白 我就轉身要去騎我的摩托車 走一走 我就聽到有一個腳步聲 就那個腳步聲 因為腳步聲跟我同步 就是你踏左腳 她就扣一下 你踏右腳她就扣一下 然後扣了幾下以後我就覺得 這個地方環境好 安靜 所以有回音這樣 然後有回音 一定是我自己的回音 然後慢慢引起來這樣 後來接著我就 我就想說 你有一個調皮的心理 想去驗證這件事情 所以你就稍微快兩步 稍微慢兩步 你稍微快兩步 稍微慢兩步 它永遠跟你同步 咕咕 對 永遠跟你同步 而且我上來都是穿球鞋 休閒鞋 球鞋比較不會有聲音 不會很響 只有皮鞋的聲音才會很響 你有沒有試著跳踢踏舞看看 有 我就在那邊沒有 然後踏了幾步以後 結果整排變火焰之舞 沒有 鬼故事 好歡樂喔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就想說 不用來這套 我不會理你 然後我這話剛講完 我就感覺背後被人家 猛力推一下 我啪 我往前撲開你知道嗎 往前撲開 下巴還撞一個聲音出來 那是有力量的喔 很大的力量 然後很大的力量 你一拍 你瞬間就會覺得後面是有人幹嘛 我一回頭就是暗暗的巷子 真的沒人 我也沒害怕 我只覺得背好辣 要拍你 對 我就覺得背的中間 兩個肩胛座的中間 左燒 對 覺得好辣 就是那種 就很火辣那種燙這樣 好 騎摩摩車回家 騎摩摩車回家家人都睡 我就到浴室去洗澡 洗澡一開熱水 我是正面對的洗澡 它一淋下來的時候 那個水會往後淋有沒有 那個熱水淋到後面的時候 我是燙到一個 怎麼那麼燙 然後我就覺得 後面好像有怎麼了 你就很自然去照鏡子 我一照鏡子 我後面背的肩胛骨 兩個中間 一個大概這麼大的掌印 就好像爪印這樣 對 一個手掌的掌印 而且那個掌印 就是沒有男人大 可是也比女人的小 但是又比小朋友的 要來得大一點 就是很詭異那個掌印 而且最詭異的 那個掌印 有點像是我們特效化妝刺青 有點像刺青這種感覺 你刺不好還有暈開那種感覺 周圍還有紅 它是黑的還是紅的 是黑的 就真的像是刺青刺到一個東西 而且還略為浮起來 你知道嗎 所以你在看到那個鏡子的時候 你雖然看得不是很清楚 可是你看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是一個立體的 那那個瞬間 那個雞皮跟它說 哇從我腦袋上衝下來 然後衝下來 我趕快洗完澡以後 洗完澡以後我們家裡拜祖先 我就跟祖先講 祖先我不好意思 我剛剛那個有什麼事情 我就跟祖先講 求祖先保佑他沒有怎麼樣這樣 好然後我就插香 到客廳抽根煙 想說等一下睡覺 到客廳抽一抽 準備要起來 抽完了三分鐘 一根香大概十幾分鐘 起來 經過我們家那個神龕 要進去房間 我經過神龕的時候 那一根香 我點一根香 那香是折一半 第二天起來趕快跟我媽講 我媽立刻帶我到苗栗去拜拜 對 要去拜拜 去收金 對 就有 我沒有怕 但是我那時候就有過這樣一個事情 我就覺得 你聽過 不能不信邪不要亂講話 對 你可以不信 但是不要去冒犯 對 不會要去講 學長燕現在還在嗎 對 就後來沒有想到 學長燕現在還在 後來我這樣 沒有了 多久前的事情 他那個多久才消 你去拜拜拜完 他的學長燕就消了嗎 沒有 其實第二天晚上洗澡的時候 我自己沒有意識 第二天就不見了 完全不見了 一點痕跡都沒有 有人說念六字針 眼是有用的 其實念咒什麼都沒有 因為比如說 就算你是個佛教徒 你沒有天天在念咒 你突然來一個咒 也沒人理你 那個咒也不會有法力 其實如果大家怕的話 你碰到這種 疑似有鬼怪的狀況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觀想 所謂觀想就是幻想 就是你幻想 日震當中藍天 整個藍天沒有雲的樣 就只有太陽 你觀想太陽 你想像太陽 瞬間你任何事情就沒了 想太陽 以前我們就交外國朋友 因為六字針眼 媽咪爸爸 然後老外想說 因為台灣人的規矩就是 不熟悉的飯店 你要進門之前 你就怕裡面會有東西 我們不是喬 有的講究點 媽咪媽咪咪 那樣 老外口音就有問題 他一直 裡面會不會有鬼 在那邊喬 他念成 然後裡面就回應了 Yes Yes I'm here I'm here I'm here Coming Welcome I'll kill you 嚇死 大膽宣 好可怕 怎麼被撞這麼慘 對 完蛋了 這個 有一次我就是在開車的時候 我發現前方堵車堵得很嚴重 那我們開車久的人就知道說 要嘛就是施工 要嘛就是出一些事故意外 那時候我們就是這樣子慢慢的 跟著排隊 那經過了 果然是一個事故的現場 那我在慢慢的緩緩要經過它的時候 我遠遠地就看到地上就是 有拉黃色的封鎖線 然後我知道一定是撞得滿慘的 因為地上竟然還會蓋一層布 因為通常警察落到現場的話 怕如果是血肉模糊或是太難看的話 他會先遮掩一下 那果不其然呢 我的車子緩緩開過去的時候 那因為我又 你知道嗎 對 你有這個偷窺的問題 那有時候會忍不住 知道不可以 但是實在是忍不住 對 開過去應該不要看的 一般來講是不要看 問題是我就是情不自禁的 我還是想要看一眼 那時候我就是經過的時候 我看剛好就是真的有一陣風 那個布它就稍微的小小的掀開來 我看到原來人被撵過去 腦袋裡面的那些腦漿 血全部都啾一聲噴出來之後 只剩下一層皮而已 它這樣直直貼在地面上 那我一看到的時候我就 嚇一跳 倒吸一口氣 我就不敢再看了 我就繼續往前開 當天晚上 我就去我一個好朋友 一個大姐家裡 那一天要在她家住過夜 那這個大姐呢 她的靈異體質是比我還要重的 她自己本身也有在修 而且她看得到也聽得到那一型的 那晚上呢 她就睡她的房間 我就睡她的隔壁間 因為我早上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比較可怕的狀況 然後那時候我就又回想到 因為那時候我經過的時候 因為真的是看到 我很害怕 我那時候就突然間 蹦出一句說 怎麼撞成這樣 撞成這樣 死得那麼慘 我這個話等一下 我就 當下我是講了這句話 死得那麼慘 所以那時候其實 我就一直在那位大姐家的客廳 或是白天一直想著這個畫面 然後我還想到說 天啊 我那時候好像也講了這句話 然後我心裡就一直覺得很不安 但也很奇怪 我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我白天遇到的這一個情形 她就重複一次 在我的夢裡面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只是差在於 我在經過這個白布 蓋著這個大體旁邊的時候 它不是 它不是平面的狀態了 它這句大體它是立體的 等於說它是有它的臉 然後有它的身體 然後那個白布是稍微掀開的 所以我就還是很好奇 我就往這邊還是一看 因為這個男生 我就看得非常清楚 是白色的襯衫 上衣 染了很多的血跡 下半身是藍色的牛仔褲 然後他就躺在那邊 然後突然間 我經過的時候 他就這樣 好恐怖 就這樣整個起來 然後我看到他的那個狀 他整個這樣 像殭屍一樣彈跳起來 到我面前的時候 我就整個驚醒 我起床嚇到 整個冒冷汗 我就嚇到一直發抖 然後就是那種心悸的感覺 就覺得 超害怕的 我就趕快衝到客廳去 跟觀世音菩薩 我就跟他 我就在他面前 我就念南門觀世音菩薩 南門觀世音菩薩 然後我就慢慢地 盡量讓自己的心情 能夠緩和下來 還沒喘完前 那一位大姐突然間 門一聲打開 他就指著我 他說 你今天到哪邊去了 他感應得到 我嚇一跳 我說 姐姐 你怎麼知道 我今天有遇到一些 比較奇怪的事情 他說你知道嗎 剛剛我在睡覺的時候 我的床腳旁邊 站了一個白色襯衫 全身都是寫 藍色牛仔褲的男生 在我的腳邊 我夢裡面的那個男生 也就是我白天看到出車 或者那一個往生者 到他的房間去找他了 先到我的夢再到他房間 對 沒有 他不是到你的夢 他也到你的房間 也到我的房間 對 他已經去那個空間了 然後當下那時候 我們兩個就是有嚇到 我就告訴他說 白天我發生這樣的事 他說那你有沒有 你當下你有沒有做一些什麼 奇怪的事情 或講什麼話 我就告訴他說 因為太可怕了 所以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說 怎麼死那麼慘 我又講這句話 我就告訴他 他說以後經過這種事故的時候 都不要有任何的意見跟想法 你就點點 快走就對了 對 然後後來他那時候就是跟我講說 那不然我們兩個一起睡 因為很害怕 隔天我們再去那種 寺廟比較那種 比如說像觀光這種比較有 有武力這種的聲明 然後我們就趕快去拜拜 然後收金 那時候才有比較好一點 不然整個晚上是沒有辦法睡覺 會一直繁複有夢魘 就經過那種現場要心無雜念 對 有的人就是忍不住嘴癢 不能講 不能講 最常聽到的就是送贓隊伍 他怎麼那麼早就過世了 長這麼漂亮 太可惜 之類的 就來找回家 這樣他就來找回家 如果去一個出病的話 不能講什麼話 當然不能講 什麼話都不要講 你還說他很漂亮 這麼早過世很可惜 反正不甘自己的事我覺得就是 走掉也不要看 但有時候要心無雜念很難 我念世青 騎摩摩車要經過心蓋隧道 連續四年都要這樣 如果聽學長講 半夜兩點來遇到送贓隊伍 他也是忍不住想看那個人是誰 那個是誰 我跟你講跟網路鬼故事 是一模一樣的劇情 他騎騎到最前面 轉頭一看 那個照片是他自己 你們怎麼講這種可怕的話 真的 這是我學長遇到的撞鬼經驗 真的很可怕 晚上不要 不要亂跑 但是我覺得我就是那一種就是 我盡量都不要去看 也不要去聽 然後我不要去想 然後有任何奇怪的事 我就把它合理化 我就會覺得好像人生 就不會有任何的狀況 那妳曾經遇過什麼 亂說話卡到音 我有 就是我說進房間 幹嘛要敲門 這是不是很多人的禮儀 是不是去飯店 他們都會摳摳摳 然後我就是 我就是去任何的飯店 或者是什麼 出外景幹嘛 我都不敲門 因為我覺得好像明明就沒事 然後你敲門好像裡面 就有人的感覺 甚至你心裡面還覺得 這種行為可笑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沒有東西你們為什麼要去做 你們多做多錯 所以我都會這樣子 所以我記得那一次 我就是跟我工作人員 然後我們就出外景 然後我們去住了一個 他們當然我們住了一個 蠻舊蠻舊的 那算鋁社嗎 對 它不算是飯店 是鋁社 然後那時候開門的時候 就想說 算了 反正今天一整天都很累 我們就趕快休息 但我在開門的瞬間 他原本要敲門 然後我就撥開他的手 我說 民信 農業社會 實際時代 我真的是說 沒事幹嘛敲門 然後我就把手撥開之後 我就開門 然後他還說 你不要去翻衣櫃什麼的 我就說 幹嘛不翻 看一看 然後就開始這樣 因為我會覺得 越自然會越美式 所以就 我就覺得這樣子 你不要去想那麼多 結果開始 我們一開始我們坐下來 比如說看電視的時候 他要去洗澡 所以我要去洗澡 他準備開電視 然後我在旁邊 我可能看了一眼 他轉台 他正在看 看一看就突然 那個電視就突然跳一台 我就看他一下 他就看我一下 但是他就在看一下那個遙控器 他是放在旁邊的 他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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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兩個人這樣 自己轉台 這樣看我一下 然後他可能就覺得 已經不舒服了 然後我就看他 就說 可能隔壁那個遙控器太強 轉到我們的電視 我就這樣講一下 對 可以穿牆 對 因為我想說 你以為是Wi-Fi 因為很舊嘛 這就很舊嘛 不然這電視壞掉 我就去洗澡幹嘛 我就說不要想那麼多 睡覺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一直聽到有人沖馬桶 我就會很吵 那我就想說 舅隔音不好 對 隔壁的人一直起來上廁所 或者是樓上的 我們住公寓 不是就會知道 所以妳這是合理化的 妳在合理化他 對 但我想說這都 反正睡著就沒事了 睡著之後 我一直覺得 我以為是他一直在碰我的腳 所以有點踹我 拉我的那種感覺 那我就這樣 那這樣我就沒有管他 就之後在某一個瞬間的時候 我算是首次這麼感受到 我覺得真的不能呼吸 我覺得好像有點 就是那種被壓住的感覺 然後我就 也不能起來 不能叫 然後我就 我就開始 我覺得我有意識了 我覺得不是有人碰我的腳 是有一個五指的手這樣子 抓著我的腳踝 妳是感覺到那個觸感 我是感覺到手的觸感 越抓越緊 其實我已經開始很緊張了 然後我就想要 叫我的同事 可是我也叫不出來 然後 我有感受到 因為他這個腳踝越抓越緊的時候 我有感受到 好像我同事坐起來之類的 我就想跟他喊 救命 我不能動 這個手突然很用力 扯我的腳 然後那一瞬間我是這樣 坐起來 然後兩個人是互看 然後他一看我 我一看他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知道發生詭異事情的時候 人冒冷汗是怎麼樣 不是冒一兩滴 我整個頭 我全身都很濕 就是都濕的 但我是那種發冷 我的同事看著我 他看我的狀態 因為我就是這樣 然後我一臉其實就是 我很害怕 對 我就先看他 他知道妳發生什麼事 就是見鬼了 我覺得他知道 但我們都不說破 他說他要騎進去隧道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連往殯儀館的方向看 結果 然後一直在追他 門那邊 你會感覺到有人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看 就是兩邊都有這樣 然後就 那老師就說 就是他那個位子 真的很熱鬧 等一下 記得要訂閱開啟小鈴鐺 支持十一點熱炒店的 YouTube頻道 十一點熱炒店 然後我一臉其實就是 我很害怕 對 我就想看他 他知道妳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他知道 但我們都不說破 我就站起來 我就擦汗 我就收東西 他就看我一下 他就說我們去拉筆 我說好 那時候其實凌晨四點多 四五點 要離我們開工 可能還要三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 但我們就離開了那個房間 去拉筆 坐在那邊 然後就是 我連洗臉 刷牙 化妝 都在拉筆的廁所 可是那一過程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你下次可以不要再這麼沒禮貌 對 他說你可以不想 但是你不可以做出 或是故意做出來 或者是說出來 讓人覺得 就等於在挑釁他 那如果去飯店 我們沒有敲門的話怎麼辦 我好像沒有習慣敲門 沒關係 那妳就遲早 沒事 我跟你講 那個敲門 不是說要趕他走 有時候是一個禮貌 不好意思 我要來了 對 一般人還是做錯 就敲門 然後門打開 他要出來 妳要進去 他會衝煞到 要閃一下 像我們有經驗的人 敲敲門一打開 拜託 你去 你去香港電視機 你也敲門嗎 我也是這樣 而且我教我女兒也要這樣 真的 你會這樣子 要這樣子嗎 沒有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不管我們去哪一個地方 我們都去飯店 都要先敲門 不過那個Melody真的 因為很多人 像空服員 他們常常飛來飛去 對 住飯店 敲門是他們 你老婆吃空服員嗎 對 就流傳下來 就一定要敲門 那要不要等他出來 其實你不用 拜託 你真的太生氣 就是你敲敲門 門打開一個縫 你不要一敲就開進去 然後還有多 你門打開縫 你要站在門前面 你要到旁邊去 是不用 就這樣開 他就會走 側面 你怎麼不用這麼誇張 你就閃一下 就是說 你睡覺的時候 廁所的門要關起來 不要打開 然後拖鞋就是一震一反放 要不然他會穿你的拖鞋 OK 這個是他們流行的 對 要謹慎 但如果你沒有這麼做 也沒什麼事 其實也不用這樣做 不用這樣做 你講得偷偷是道 那你也有放過這樣的錯誤嗎 有 那不是我犯 那是我親眼見到 OK 來 就是 難怪男友會劈腿 妹妹比較美 來了 來 我跟大家講 這個真的是 我們新聞圈 很真 這是真實的事情 那這大概是發生在 十幾年前 那那時候 我在新聞部上班 我們晚上都是 打破建制的值班 就平常說 我是跑影劇新聞的 但晚上值班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你就是要去 那我記得那一天晚上 那個時候也是農曆的 鬼月的時候 然後就是在這個新店 那有發生一對姐妹花燒炭自殺 那去現場的時候 我們就所有記者都在那邊 那就有一個 我當時的攝影的同事 他平常也不是跑社會的 他是跑教育 就是跟我同樣都是跑生活 這一類的 那就比較沒有經驗 所以他們在拍的時候 就是誰 前輩拍他就跟著拍 那那個時候就是 就是有等這個救護車來 那這個遺體要被搬出來 就是有兩句 都蓋白布 因為要拍這個 我記得好像是拍 身分站還是什麼的吧 要拍他們的照片 那我這個攝影同事他就說 因為這個故事是說 姐妹兩個人呢 就是姐姐的男朋友劈腿的妹妹 但是姐姐不知道 妹妹也不知道這個男的是 姐姐的男朋友 那後來就東窗四發 兩個姐妹都很愛這個男的 可是誰也不願意讓嗎 那又很恨這個男的 為什麼劈腿 就乾脆姐妹一起走這樣子 就是要讓這個男的後悔 就是這個 這個很悲劇耶 對 他可能只是 要嚇這個男的 那這個男的真的沒有理他們 他們就真的走了 他的背景是這樣 所以當我們這個同事拍的時候 他就說難怪 男朋友會劈腿 這妹妹長得比較漂亮 哇 那不得了了 你怎麼可以在這個現場 姐妹都已經走了 然後講這樣的話 那因為呢 他講這個話 出來跟我們講的時候 我們就說 你不要亂講話 這種現場不要亂講 他還說 就是真的啊 不要講 調班人主管就說 因為要送到殯儀館去了 你們就跟著去殯儀館 然後SNG車在那邊 可能是距離比較近 就送到了 這個台北的那個 二賓 二賓去 那到現場去之後呢 SNG車都準備好了 然後我們那攝影師要拍照 就是這個 在殯儀館的人 跟救護人要把 他要交接 交接大體 那在殯儀館的人 要抬這個單架 結果不知道為什麼 就手一滑 那個 然後全部人就叫一聲 因為我們文字在後面 攝影在前面 叫就 這樣子 然後突然我們那個攝影 叫得最大聲 因為那個步就掀開你知道嗎 那他叫得最大聲 我們就說發生什麼事了 他就很陡很陡就說 那個姐姐的眼睛睜開在瞪我 這樣 那我們全部人覺得怎麼可能 那因為有SNG車嘛 那你講的是不是真的 直接放袋子來看最清楚了 那我們其他人就 你看我我看你 要不要看 當然要看啊 你們好大膽喔 不然怎麼證實呢 而且但這個東西 他就不可能播出去的 做傳媒的人 真的 結果你知道嗎 俱頂哥我們放下去 那時候還是BETA CAM的年代 放下去之後 到那一段 就真的看到他在拍的時候 戳磁了 那個地方沒有畫面 BETA CAM它是磁帶 對 如果那個磁粉掉了以後 那個畫面就沒有了 就沒有畫面了 然後我們大家就 你看我看你 沒有人敢講話 好 我們就連線了 那當然就是 因為那是最後一集 晚上12點 劉安憲就回公司 就是我們都要把新聞做完 才可以下班 攝影要剪 整個公司呢 其他人都下班了 就剩我們兩個 跟我們的這個 大業班的編證 他在剪介事剪袋子 我在可能寫標題什麼的 我就突然聽到他大叫 我就想說怎麼了 趕快跑過去 他跟我說 我沒辦法剪下去 我說為什麼 他就說 他剪到那個照片的時候 他說他就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這個姐姐就是 一直在等他 那我就說 誰叫你要講那個話 那我們就交接一下 你就不要用照片了啦 你就 就這樣吧 那後來隔天 我下午來上班 他沒有來上班 他主管怎麼打給他 他都沒有接 然後一直到了 快要下班 他才回電話 他就跟他主管說 你不會相信我昨天發生什麼事了 他主管說發生什麼事 他就說他 他其實是睡到醒不來 他說他回家 因為他們家就是住在木柵 然後他要過兩個隧道 他過到辛亥隧道的時候 因為我們發生的地點 不是在一兵嗎 二兵嗎 對不對 他說他要騎進去隧道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連往殯儀館的方向來看 結果 然後一直在追他 這兩個女的 就是燒炭自殺的姐妹 我們昨天起雞皮疙瘩 即便十幾年前 好恐怖喔 好 完了之後他這樣講 他主管說 你不要為你遲到睡過頭找理由 他的主管不相信 他說你不幸去問迪志偉 我跟他說昨天的確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 他們主管聽我講完之後就說 那好啦 那不然就讓他去收收金 結果我跟大家講 他接下來的半個月上班 都跟行屍走肉一樣 就是兩眼無神 然後拍東西也不知道在幹嘛 對焦對不好 撿袋子隨便撿 他主管跟他說 你這個應該並不請 因為他被嚇到了 就叫他要不要請假 那他最後就是 也真的沒有辦法上班 請了半個月的假 還是沒有辦法上班 最後就離職了 然後離職 你知道他付出的代價有多大 我們最後知道他的消息的時候 是登上了社會新聞的版面 怎麼了 因為他在二兵的旁邊 不是那個 那個 驚害睡覺旁邊有空地嗎 他在那裡開車子 然後引廢氣自殺 告別式大家還去送他 那我們就去二兵 那我們去二兵的時候 因為就有很多記者去 那個管理員就很好奇 這個死者是誰 怎麼這麼多記者來 因為我們都坐採訪車去 去上個鄉我們就要走了 那我們就跟他聊說 沒有啦 這是我們一個同事 什麼什麼的 然後 怎麼這麼年輕 想不開 要引廢氣自殺 這樣 也很奇怪 那我們就想說 什麼東西很奇怪 他就說 沒有啊 因為他說這個 今天這個日子 假設是七月七號好了 他說去年的七月七號 有一對姐妹花 騷探自殺也是在這個廳 然後他說 因為我們為什麼會跟他聊這個 最主要是因為 當天我們去上鄉的時候 然後 因為通常不是會有遺照有花嘛 對不對 然後他的遺照有掉下來 然後又再把它放好 那個管理員就印象很深刻 跟我們 除了問他的身分 也跟我們講說 去年的同一天 有一對姐妹花的告別式 也發生了一樣的事情 所以後來大家都覺得說 他這句話的代價 非常的大 很大 因為最後 這個怨念一定很深 為什麼 因為這個為了感情的事情 雙雙親生 對不對 已經夠怨 夠怨了 這個事情就是很嘲笑 很揶揄 對啊 講這種話 但這個付出代價很大 所以維銘哥你真的運氣很好 對 只是被打一掌 怎麼運氣了 他又沒怎樣 只是被打一掌而已 對 現在隧道開車經過 大家要提醒自己 要開一開看 我們那個上面不是後視鏡嗎 對 基本都不要看那個 因為你的過隧道 就是趕快開出去就好 你看那個後視鏡 你一定會看到有一個 充滿怨恨的眼睛在看你 後面 是喔 真的假的啦 不然你加直去 我不要 不然你看會怎樣 我不要 而且也不要看寒洞 你在開它旁邊不是有寒洞 它是雙向的嘛 對 因為有時候你看會看到 照理說應該跟你反方向 如果你看到跟你同方向 那一定不是人 恐怖耶 小心死得萬年船 對不對 少少 來 斷說話卡倒映 我的是 你家怪怪的趕快搬 因為我是南部人 然後我朋友就是 有來台北工作 就是一定租房子嘛 那就是想要 大家都想要省錢 所以在租房子這一塊 就不想要花太多的錢 然後我朋友就想說 反正他工作時間比較長 那回家也就只是 洗澡就睡覺 隔天一大早又要出門 所以他就想說 隨便找一個便宜的 然後小小的這樣子 然後他就找了一間就是 沒有窗戶 就沒有通風的那種房子這樣 然後 他那時候就覺得說 他搬進去就開始就會比較累啊 然後就精神狀況都比較不好 然後他也覺得那種 自己運氣都沒有太好 但是他也沒有想 就想說 應該也沒什麼事 自己想太多 可能工作比較累的關係 然後有時候就說 那你要不要來我家 就是吃東西啊什麼 我說他好 然後因為我體質本來就也比較 就是敏感一點 妳也是容易感應得到 對 我也是這種 從小就是這樣的體質 然後那時候我去他家的時候 我覺得 他家的那種 你知道就是 涼涼的那種感覺 不是那種風吹還什麼 就是那種 那他也沒窗戶啊 就是沒有窗戶 但是我在門口 就要開門的時候就 門一打開就有風吹出來 然後我想說 哇 妳窗戶沒關啊 就看 欸 沒窗戶耶 然後我想說 好吧 那我就不要想太多 但我進去的時候 我就感覺就是 毛毛的 就是那種 有點不安的感覺 但我想說 好 就是我自己想太多 然後 女生不是就喜歡拍一些 IG的一些什麼線動 紀錄東西 然後我想說 找一個未來就是 濾鏡要拍 我想說拍他 然後就找一個 就是臉的那種 辨識的那種 偵測臉部的那個濾鏡 我就拍他 然後我就這樣 我嚇一跳 我說為什麼他旁邊 就是因為他坐在床上 然後他就是被子在這邊 那我拍的時候 這邊也有偵測到一個臉 他說你不要鬧啦 我說那我換一個 我換一個濾鏡 我一換 他那邊還是有一個 然後他就說 我住這裡耶 你不要這樣嚇我啦 對 滿恐怖的耶 對 然後我想說 好吧 就是因為我這樣嚇到他 我也在那邊看他開玩笑說 沒事啦 我就直接打那個位子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鬼 是車子的鬼嗎 是車神 觸怒 我不知道 台灣人是認有車神 對 而且你為什麼交進車以後 要開去廟裡面 要過爐一下 車怎麼過爐 沒有 過那個浮 為什麼 這個車 怎麼過 那爐會倒 突然間 我的耳朵 這麼近的距離 就聽到一個聲音 那個聲音 就是我的聲音 也在講著說 阿嬤 阿嬤 你在哪裡 重複我剛剛所講的 所有的話跟哭聲 我住這裡耶 你不要這樣嚇我啦 對 滿恐怖的耶 對 然後我想說 好吧 就是因為我 我這樣嚇到他 我也在那邊看他開玩笑說 沒事啦 我就直接打那個位子 我說就是被子可能就是會 可能剛好那個痕跡 所以你在那個位子 你也給了一個手掌 對 我給了他一個手掌這樣 我就打那個位子 想要把他打亂 然後我再重新判斷 看沒有了吧 這樣 我說沒事啊 我說 大表演加油 鬼就趕快搬走啊 我這樣講 我就 我就說 妳就不小心講出來了 對 但是因為我是 不想讓他害怕 所以我才這樣子說 然後 但是就講一講 我就想說 還好 就是 我也只是這樣講 我等一下就回家了 但是就越帶越不對勁 就是我覺得 我怎麼覺得我有這種 就是 有點發燒的感覺 熱熱的 對 然後我的 就是 開始都有點不太舒服 就覺得 好像那種 發燒的那種症狀 就完完全全是 然後我就說 我好像 就是不太舒服 可能 有 就是冷到還是什麼 我就說 那我今天就先回家好了 他說 好 然後我要出去 就是要離開他家的時候 我還在 關門前跟他說 我真的覺得 你家有鬼 你還是搬走 你好討厭 因為他們家是公寓嘛 又四樓 然後我就走走走走 就想說 那個毛毛的感覺 還在這樣 然後快到二樓的時候 突然間 我的耳朵 因為完全是沒有人的嘛 然後耳邊突然就很 就是 有一個聲音就突然直接跟我說 這樣子然後直接對我耳邊講 然後 而且那聲音不是說什麼 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 就是他那種 就是很難講的一個 很像機器嗎 對 很像機器 就是那種被變身過的那種聲音 直接這樣子對你耳 這聲音是哪一台的 我啦 嚇死人 然後 就是那個聲音就是直接 一瞬間就這樣 從我耳邊這樣子傳出來 而且很大聲 然後完全沒有人這樣 然後 我就知道說 你想要跑 然後沒辦法跑 因為就直接腿軟 那就是摻扶那個 那個手把這樣子扶下去 然後 就是趕快離開 真的 對 超可怕 那妳有跟妳朋友講嗎 就我朋友之後也是搬走 然後他在搬走的時候 他也是 也是白木類型的 他就這樣 站在家中間 然後他就這樣用錄影 就站在遠地 然後這樣轉一圈 然後轉完 他就關掉 他就直接就走了 就搬走了嘛 然後他就把那影片傳給我們 一個就是 就是會看得到的老師這樣 這樣傳給他看 然後他老師就說 你家玄關好熱鬧喔 就是進家門的那個位置 就是他 因為他進家門旁邊是廁所 然後再往裡面走 就是床啊這樣子 因為我去到他 就他在他廁所的時候 就是在洗手 然後那個 那個 門那邊 你就會感覺到有人 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看 這樣子 然後每邊 就是兩邊都有這樣 然後就 那老師就說 就是他那個位置 真的很熱鬧 可怕耶 隔天 換你們老師耳朵響起一個聲音 對 可怕耶 光亂講話 就會引來這麼多恐怖的事件 更何況 如果是已經有行為了 什麼行為 就是有的人會有一些舉動 那些舉動是不能亂做的 天啊 然後也是會 引鬼上門 有什麼舉動 維銘哥 來 我們有請鬼王 做什麼 所以山上不可以亂 不是 這是我碰過 我覺得完全無解的一個事情 我曾經有一次 有一段時間在 那個太平山上面的 雪霸國家公園拍戲 然後我們住在 雪霸公園管理處 警察局旁邊的一個 觀光的一個飯店這樣 然後那段時間就是 常常台北 宜蘭 台北宜蘭 這樣來來去去 那個時候沒有雪睡 我從台北出發走北 然後郊西羅東太平山上去 那個雪霸 大概要兩個半鐘頭 就以我開車的車速 有一天晚上呢 又是臨時接到通告說 你晚上十二點要來 因為明天早上五點的班 我說好 大概十點半 從台北出發 走那個北宜公路 然後郊西羅東這樣 上太平山 然後你永遠記得就是 你要從羅東過去 當你要開始進入山路的時候 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那附近有一個茶莊 還是幹嘛 他把那段路的兩側 都做了長得像茶壺的裝飾 就大概一兩公尺就有一個 一兩公尺就有一個 所以你到那邊就看到 整排的茶壺這樣 裝飾品這樣 那天晚上我就開開開 過了羅東 大概不用二十分鐘吧 你就開始進到山路 進到山路你就安心了 因為進到山路 你就完全不會迷路 因為它就一條路上去 進到山裡面 山裡面下雨 你就突然想尿尿你知道嗎 然後又下雨 我的雨傘放在後備箱 所以我就想說 那怎麼尿呢 從駕駛座 我就翻過排檔座 然後在這個座椅 然後就蹲在副駕這邊 就把門打開 然後就蹲降 那男生很好尿嗎 尿完 收槍 關保險你都自己看 那個迎賓踏板上 第二兩滴尿 沒關係吧 你是我的車 而且我又不是故意把你弄髒 等一下有空了 我就把你弄乾淨這樣 好 你就爬回來 坐到駕駛座 就繼續往山上開 好 終於開到一個 右轉彎 看到一個梁亭 叫慈恩亭 你就知道說 慈恩亭到了 我大概在一個小時 就可以到雪霸國家公園山上 慈恩亭就開開開開 右手邊的半山腰上 有一個白色的十字架 那是我從來沒有看過 然後就再繼續往上開 山上開開開開開 開一開 我又看到一個梁亭 這邊有一個十字架 還有一個梁亭 慈恩亭 又來了 就再開 那只是有個疑問 你就繼續再開開開開 開一開 又看到左手邊 又有一個十字架 可是這次我看清楚了 它十字架呢 旁邊還有比較暗的 十字架的東西 所以我那時候一看就是 因為很多原住民是信基督教 或是信基督教什麼 那好像是一個原住民的那種 墓葬群之類 接著開一開呢 又看到一個梁亭 然後我這時候心裡就毛了 我心裡還想慈恩亭 結果一過去 又是慈恩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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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直接想到就是車神 車子的神 我直接想到就是車神 我心裡想說 那你 你這麼介意的話 要不然你前面給我地方停車這樣 結果再轉過去 右邊又真的有一個 真的有一個 很恐怖 這個就像那個Netflix上 有在播那個Stranger Thing 就是你在一個 另外一個二度的空間 在過同樣的生活 同樣的事物 就是這樣 我就停下車 而且我也不管下雨 我真的是公公盡盡下車 就開了車門 就是尿滴在車子上的位置 這個到底是什麼鬼 是車子的鬼嗎 是車神 觸怒車神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從來沒有聽過人家講車神 只有你講過 對啊 真的 怎麼會講車神 台灣人是認有車神的 對啊 所以為什麼交進車以後 要開去廟裡面 要過爐一下 他車怎麼過爐 過那個浮 我想說 我真的過爐 那爐會倒 他玩過幾粒 我們相信萬物 我們相信萬物皆有零 把門打開 我還單膝跪地這樣 我就想說 這樣可以了吧 然後趴起來 門關了 上車開 結果就繼續開 開 開 真的開不到十分鐘 不是吧 我說你把你擦乾淨 你到底想怎麼樣啦 不要鬧了 我真的來不及了 我十二點一定要到 就繼續開 開著 我突然看到一條直的路 就是開著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一條直線的路 遠遠都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 兩邊都是茶壺的裝飾 不是吧 這個過去就是羅東了吧 對啊 我又折回了 對 我剛想完 這個過去就是羅東了吧 上面一個綠色的牌子 前面就是羅東 剛好路邊有個土地公廟 我就下車去土地公廟這樣 拜託我說土地公廟不好意思 我剛剛不知道知道 知道什麼了 才會莫名其妙開到這邊來 我真的有點趕時間 我十二點要到山上 現在已經來不及 但求土地爺爺 讓我接著開上去的時候 一路平安順暢 好 接著我就一個大吊頭 拜完以後 大吊頭往山上開 我這個中間時間 已經浪費到多少 對 十一點多 應該要兩個小時才能到山上 結果我一路開 開到警察局了 停車場 怎麼會這樣子 可是你從羅東再開上去 也要兩個小時 對 所以這喊不讓那一來 怎麼會羅東那邊11點多 你到那邊就才12點 對 一來一回 這三 四個小時不見了 這是我到目前為止 最無解的一個東西 消失的時間 對 時間不見了 對 這個小物 對 有做出什麼舉動讓 亂買二手霧 然後迎鬼上門 對 有一年 那時候我去泰國旅遊 亂買二手霧 然後迎鬼上門 對 有一年 那時候我去泰國旅遊 那我就是去泰國的二手市集 我就剛好看到了 有一個攤位 它是專門在賣一些雕刻的雕飾品 那時候我就很喜歡 就是很可愛的 比如說像小嬰兒 或者說小朋友的這種雕刻物 那其中呢 這個二手市集裡面 我就看到了一個 有嬰兒的一個造型的這個古物 然後我就給它買下來 買下來之後我就覺得說 哇 跟它好有緣分 我看到它我就好像很開心 那回到家的時候呢 我也把它擺在我的房間裡面 然後就是 我只要一起床就可以看到它 做什麼事情都可以看到它 我就整個就是讓它跟我是 形影不離這樣 那因為那時候我就是 也都在外面還在租房子的階段 那直到我那時候就是 準備要在那個買新屋的時候 總算可以買新房子了 我就要把一些舊的東西 我就乾脆淘汰掉 那其中有一個呢 就是我從泰國買回來的 這個嬰兒造型的這個雕刻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把它 就整個就是讓那個垃圾車 就直接打包 然後就這樣送走了 送走之後呢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開始覺得全身也都很不對勁 好像對它產生了一種依戀 然後好像似乎還甚至到了 有點相思病那種感覺 那一陣子我就是很奇怪 我都會一直想到我的已故親人 奶奶也想 爺爺也想 當天晚上我就特別有情緒 然後我就把自己蒙在棉被裡面 我就開始流眼淚喔 一直哭 我就很傷心 然後我就喊著說 阿嬤 阿嬤 我真的好想你喔 你不在我旁邊 阿嬤 阿嬤 我就這樣講 突然間我的耳朵 這麼近的距離 就聽到一個聲音 那個聲音就是我的聲音 也在講著說 阿嬤 阿嬤 妳在哪裡 重複我剛剛所講的所有的話 跟哭聲 然後我就慢慢地拉開 我的棉被的時候 我當下在音響旁邊 音響旁邊 我就看到有一個人 就是跪趴在地上 就像小寶寶一樣跪趴著 然後他就這樣子爬個兩下 然後我想什麼東西在動 我真的沒看錯 就是一個小嬰兒的樣子 他跪趴著 準備要爬 然後他就突然間 臉這樣子抬起來看著我 嬰兒生阿嬤的臉 然後那時候我就請 我們節目上認識的一個老師 他就趕快幫我去進化 他說 那個其實才不是什麼 正常的木雕藝術品 他說泰國有很多的法科 非常地不可思議 其中 男生就是叫 我買到了一尊 古曼莉 妳買古曼莉 我買了一尊女娃娃回來 那種東西 他其實會換 影成你認識的人 因為他其實 禁錮在那個木雕裡面 他的身體也是 靈魂也是非常地不舒服的 然後所以就是我幫他做法事之後 就是整個超渡他 後來我才沒有試 太恐怖了 太可怕了 亂買啦 我剛剛都沒有問題 我現在肋骨開始痛 這是我肋骨的 那這是古曼筒還是古曼莉 沒有 妳要不要這樣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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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我都還當真欸 我都還當真欸